将军,王军来了,一个小丝走到叶清廷耳边说道,王军来了,快快快,叶清廷连忙走出去,刚走出大门就见到了宋玄仁,不过宋玄仁穿了一身便衣,又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,叶清廷拱手,刚要向宋玄仁行礼,就被他扶了起来。 今天是你大婚的日子,不用管本王,本王是来与民同乐的。宋玄仁笑道,用手狠狠地拍在叶清廷肩上,恭喜啊,终于将人起到手了,宋玄仁条看到,惹得叶清廷这个粗汉都满里通红。 好了,不逗你了,本王在你这将军府走走,忙你的去吧。 说完宋玄仁就走向将军府内,今日的将军府是全面开放的,蹦久正抱着滚滚在后院看新开的花草。 军军,我跟你说,这里的花都没有着眼十里桃林的花好看,等咱们回去了,我就带你去十里桃林吃桃子,赏桃花。 凤九一礼骄傲地夸赞着十里桃林,娘亲总是说带军军回去,可是从来都没做到过。 军军劈劈劈嘴吐槽道,咱们这不是还有大事要办吗,等这次办完了,咱们就回家。 军军晃动着身体,让凤九将它放在地上,这二十年虽然长得慢,但是还是长成了两岁左右孩童的模样。 滚滚好奇地走近欣赏这些花,凤九也开始在花园里乱走。 凤九突然看见一朵和青秋松风花像极的花,凤九连忙回头想要叫滚滚过来,可是没想到这转世一动,竟硬生生撞向了后方来人的胸膛。 身后人暗哼道,对不起对不起,凤九后退一步,低头连忙行礼道歉,蹲在一旁的滚滚听到了,连忙着急地跑过来,可是一着急就有些不稳,一头磕向了凤九面前男人的膝盖上。 听着都疼,凤九听着都感觉牙酸,滚滚磕完就感觉头好痛。 滚滚虽然自负沉稳懂事,但是这个时候眼泪还是在滚滚的眼眶里打转,滚滚的鼻子也酸酸的。 叔叔,对不起。 说话声中带着细许的哭腔,凤九连忙走上前,想将滚滚抱起来,没想到男人的手比自己快了一步。 宋玄人刚刚正想穿过花园,去后院的练兵场松动松动筋骨,没想到遭此横祸。 现在的宋玄人只感觉胸脖子疼,还没过劲儿,膝盖就受到了重创,现在都不知道手按哪儿更好。 还没等他说话,就听见腿边的娃娃好像快要哭了,这个娃娃也就到他膝盖。 宋玄人心软地将他抱起来,刚抱在怀里想安慰一下,就看见了娃娃的脸。 宋玄人整个都僵住了,虽然时隔禁二十年, 但是宋玄人仍然认出抱着孩子的就是滚滚。 不,就算不是,也应当是滚滚的孩子。 本来宋玄人还在找借口,滚滚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只长大这么点儿。 但是当他看见面前的白凤九时,真真是彻底愣住了。 二十年的时间,宋玄人已经长得比凤九还要高一头, 他看凤九的角度也变了,不再是仰视, 而是真真正正地将完整的他纳入脑中。 粉色的衣裙使得他更加娇欢可爱,也更活泼, 真真是美极了。 宋玄人的心脏也在这一天跳得比往常要快, 更没人注意到他泛红的双耳。 滚滚扭动着身体,感觉这个叔叔身上硬邦邦的。 宋玄人收敛回神,将身子放轻柔, 他感觉这一切好像就是在做梦。 他一只手将抱在怀里,另一手接过身后人的手帕, 轻柔地将滚滚的眼泪擦干净。 凤九本来一直注视着滚滚, 看到滚滚不哭后,也抬头看向了宋玄人。 凤九当然不会忘,这个从前他爱而不得的男人。 子敏说过,宋玄人只是在帝君在凡事历劫之身, 并不是帝君本人,更不是他的再造之身, 他只是宋玄人。 凤九回过神来,连忙将滚滚从宋玄人怀里抢过来, 低下头对宋玄人, 刚才我们母子对公子都有冒法,还请尽量,抱歉。 说完,白凤九就抱着滚滚离开了花园。 凤九的一番操作,宋玄人还没跟上, 就发现眼前人已经不见了。 无妨。 宋玄人轻弯着嘴,对着空气说道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